它似乎在游泳中处动 大家好 大家好 您刚刚我们看了一个 波球师的一个很精彩的摔法 我们接受正登腿之后的一个 扫踢的一个动作 但是这个动作是有讲究的 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扫踢 不会把人扫到 下面我们做个试验 当我正登黄教练的时候 等他接住 好 对方直接扫 直接扫的很难扫到的 稍微是一个劲 蛮扫到的 因为这个劲都是平的 但是我的单腿支撑 我的所有的提升都没压在这个腿上 所以它是很难扫到我的 但是呢 如果大家自己看的话 我发现波球的劲儿不是这个扫的 而是微微往上带着勾挂的一个力量 微微带着点勾的力量 所以显得很轻松 下面我们再次 当我正宗对方 扫踢 对 一下子把对方扫到 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因为人的这个腿啊 站在地上的时候 假如他是踢这个 下宝们在泰拳中 接触到一个前面腿 那么如果他是简简单单的 横踢前面腿的话 这组合重心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但是如果他带着钩的意思 带着钩的意思 那么我的腿就被打拼 他跟一个后腿的勾拳 跟一个后腿的勾拳 就直接就把我给打动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平常 无论是进行戒腿摔也好 还进行踢前面腿也好 很多朋友都是纯粹的骚扰 骚扰 啪 就拖拳进去 但是呢 如果你的这个步子夹着钩的意思 夹着钩的意思 怎么对方的重心一瞬间是失踪呢 再做一点 对方的重心一瞬间是失踪呢 钩不改 就能造成一个重击 因为我们知道在实战过程中 如果一个人站着站过点的话 那么他是很难扛住对方的重击的 他想扛住我的重击 他必须要稳定地抱好 很结实 很结实 这样的情况 他才能有很强的抵抗力 但是如果我一钩呢 这种状态 我打中击的话 那么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反抗流地的 所以呢 这是波手所做的这个动作 我们所获得的一个经验 就是扫踢 不一定会是直线 可以垫一点的回钩的力量 这样我们就靠回对方的重心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